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anquo 这一家 再见了布鲁日 结束短暂停留的比利时 我们又要往下一个国家迈进 今天是我们旅程转换日 在布鲁日火车站搭IC列车前往布鲁塞尔 沿途窗外田园风光明媚 有看到牛儿马儿 还有看到草泥马呢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到达布鲁塞尔南站 我们提早一个多小时就抵达布鲁塞尔南站 等待下一班前往荷兰史基辅机场的大力士号 列车停靠的月台还没公布 只好坐着等待 终于我们要搭乘11点52分列车的月台公布了 月台上萤幕会显示列车车厢的位置 确认无误后就上车咯 跨国旅行好容易 一个半小时左右抵达荷兰史基辅机场 先到游客中心买阿姆斯特丹进交卡 等了好久终于买到票了 之后我们赶紧搭着火车到霍夫多普 从机场过去只要一站约5分钟 按照民宿主人提供的路线图 我们很快就到达民宿 入住时民宿女主人火叔说明住房的所有注意事项 和付完两天住宿费后 她们也赶紧整理行李 晚一点她们就要搭机去另一个国家展开新的旅程 这两天民宿就只有我们两姐妹 吃点东西稍坐休息后 我们走到霍夫多普火车站外 达乘340号公车 准备前往有花都之称的哈伦小镇走走 今天天气超好的沿途风光明媚 干净的街道和赏心悦目的建筑 大约30几分钟就到哈伦咯 下公车后转入巷子 各式各样商店印入眼帘 户外有很多商店可以逛顺便取暖一下 逛到一家店跟台湾区城市很像 药妆生活用品零食什么都有 刚好有请民宿主人带买的和铁一日券 就是这家出的 没多久就走到Hotmarked大广场 这里有旋转木马摩天轮等好玩的游乐设施 好热闹哦 位于荷兰西北部斯帕恩河岸的古仆城市 在中世纪时期承受西班牙和法国同志 使哈伦拥有各式各样风格的建筑 反映了数百年的文化融合 来哈伦没有排什么行程 就随意走走逛逛 拍拍哈伦小镇的小白猫 瞧他好可爱哦 隧道一动也不动的 来荷兰的第一天 就体验到荷兰典型的气候 体感温度不到15度 对我们来说偏冷 当地人穿着各异 有穿长袖也有穿短袖的人 感觉起来还是我们穿的最多 完全就是台湾冬天的穿着 没办法我们就比较怕冷 走着走着来到SPA冷允河 走着走着来到SPA冷允河 这里的风是蛮强劲的 河面上的涟漪不曾停止过 沿着运河走着 一路上典型的荷兰建筑 与停泊岸边的船屋 交织出特别的荷兰风情 一路上走走停停拍了数不清的照片 偶尔有椅子可以坐欣赏片刻宁静 旅行不用太赶 放空一下也是一种美 阿德里安风车 是我们到荷兰看到的第一个风车 最初修建于1779年 曾被用来生产水泥油漆等产品 但于1932年被烧毁 现在的风车建于2002年 荷兰人骑的脚踏车 看起来都特别巨大 坐垫也太高了 订阅了吗 免费的快快订阅欧珠 订阅了吗 免费的快快订阅欧珠 订阅了吗 免费的快快订阅欧珠 来到荷兰的感觉 又和比利时很不一样 欧洲的每个国家 每个城市 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与味道 让我们每天的旅程 都充满着惊喜 之前从没想过 我们能来到遥远的欧洲 踏遍教科书上的历史建筑 好想玩遍欧洲的每个国家喔 回城前看到AH超市 进去采买一下今天的晚餐 为今天的哈伦型画下了句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喔